我們臺灣市民都是海 海洋的觀光主管很豐富 但是如果說到要到海島去渡渡 強調大家想到的 也就是 河其納瓦 馬爾蒂夫 柏柳町町這些國家 白白都是美麗海島 為什麼臺灣海洋觀光的發展 會遇到租來的 或是蔡芳團隊 沿著北海洋跟東北角 潔落在對中 發生一些曲折 譬如說這個海洋的沿線 有的飯店都打開問 有的海報是一片風涼沒人管理 到底是哪裡出問題呢 我們再會來了解 國外去度假 找一個夏天 然後在海邊的飯店住一個晚上 打開窗戶 躺在那個沙灘椅 看著海雨 吹著海風也舒服啊 一片是讓人精神 輕鬆的處理在山景 另外一片是看不真的屁股若天 在北海湖出名的景點 別山我們的旁邊有幾百 來跟美麗海景無所協調的老公有 海岸神像 已久七百年在新北市就問海賓 香港六成的海岸神像是高級渡渡渡社區 總共差不多有兩百戶 一戶要六十萬 這個處境在當年 甚至超過台北的東區 不過四十多年來 風吹日泊好人 家的河沖 走得已經海洋了起來 村比較沒有十戶的人 因為牽液好花邊的別山 現在變成大家所說的貴賓 真正在住的應該不會超過十戶 外國人在住 我們這邊真的不放了 那邊有英國人住的 在國外的話是好像說 例如說林海的地方 房子特別貴 外國人是變得特別便宜的 在海景在北的北中 過大路就可以到山坡 差不多六七十公元 外國的地方 走到海邊只要一分鐘的時間 到這裡二十年的大安城市 真感慨 很可惜 你風景這麼好 交通算起來也還好 這邊有公車站 像那邊有的觀光景點 那個富濟港那邊都很好 包括我以前我們開車過來的話 去富濟港用餐的話 我在這樣 這好可惜 為了好空處和故事中心 陳百市政府變一千萬的經費 集結為海灣實行進行牛皮港頂 在青春山海上的觀光出力 要提進北台灣的海運觀光 演武多數觀光三個月發展 只能像其他海道國家學校 在萬里的太空玲瓏 是當年業者特別打造的 濱海度假別墅 不過因為當年市場反應不佳 因此這邊荒廢到現在已經超過三十年 另外就在距離海岸邊五十公尺的地方 還有一座經營二十六年的飯店 但是在二零二年四月宣告停業 也因此讓旁邊的翡翠灣海水浴場 雖然現在是衝浪勝地 但是看起來就像是沒人管理的廢棄沙灘 受到疫情影響已經收起來的 褲翠劑倒下飯店 旁邊的體貼為例 洗鮮倒去 他們又破空 我想很多人都去過翡翠灣了 經營的方向跟方式 可能沒有把它拿捏好 要不然翡翠灣是一個很好的一家酒店 比較可惜季節性的問題 它一年大概只做六個月的生意 那你到了冬天沒有人去住了 你應該換一個方式去做促銷 夏天價錢拉得很高 冬天沒有客人 他就放著 冬天好花別種到飯店 幸福在原地 夏天海邊應該會流著氣氛 在這裡完全感受不到 海邊飯店要有人氣 一間房間你放在海邊 你如果每天有住人 OK的 但是如果這個房間是十天沒住人 你進去會發現一股霉味或海水味 人的體溫 人的呼吸 對整個空間來講是有幫助的 那因為它是滿早期的飯店 年度久了之後又沒有去做整修 開吹完的路程 這是北台灣海洋觀光其中一個故事 看外景的山坡海岸 新金山海水漁場 就算海坡旁邊就是有黃金湯的公共雲爪 看準有海景有雲爪 飯店遊玩不用喝 看我問的明文 要怎麼拍拍 群境為海洋山創造前景 上去發展海洋觀光的動盡條件 想要來進行到台灣的海洋觀光 就要找出一個應促發展 優好管理的辦法 專家說第一 要來整合在地主要發展 當地的特殊 第二 海洋觀光的開發案 要為湾頭優勝環境 才不會調理的觀評這個關卡 第三 民眾最主要的大飯店的介紹 旅行商業東邀公會是建議業者 這個問題就要好好思考 因為大門的介紹合理 才會讓觀光客流下來 過去我一個國際 住民旅遊經典壓力 因為中國有機變車 觀光三個旅行 會不會到以前 路客來台灣的比例是高的 那周邊就有一個明星景點 就叫野柳地質公園 不管是疫情還是國情 路客這個市場減少了 甚至萎縮了到沒有 所以的確在野柳周邊的飯店 現在是蕭條的 如果你原本就有做周邊的海岸 跟地方的鏈結的飯店 其實生意會回到國旅市場 疫情解封之後 其實它還是有一定的瘋狂人場 但依靠路客的話 相對的現在它就是面臨到危機 所以它就必須要跟村莊 跟周邊的海鮮 跟萬里蟹這個品牌 就完全做結合 它就會慢慢回到 更好的發展模式 過去依稀給威出的方案 換三個 要讓觀光這麼緊張 要還有學生學運用在地主管 才有機會改變 中心出發 在早期捕魚很好的時候 是不會有人做休閒的 所以漁港都是在做漁業生產 所以它會髒會臭 這件事情其實都是正常的 到現在台灣變成觀光立國 觀光島國 甚至國際觀光課的引路 漁業資源也是在匯伐當中 體驗活動 第三級的產業 也就是休閒化的產業 來補足生產的不同 只有半年可以經營的條件下 在北部上著二地型的條件之下 所以它就要找到自己 可以存生之處 當年盡頭的動作幾方 讓台灣一年內 有百年適合作水上活動 先天氣候因素 造成海外觀光發展 如果要環境 發揮和土地的配套 就是昨天 美麗灣 台灣要開一家 五星期的酒店 我們都很期待 然後忽然間有一天說 因為環品不過 或因為土地取得的問題 然後這個地方就不能用了 那業主就好 既然不能 我就把它丟了 十年 二十年之後 那個地方就變成一個鬼屋 大家說那個地方 蓋不起來了 政府如果願意出手的話 我相信很多的企業家 願意投資 我沒有必要花那麼多錢 去搞這個地方 然後還要被刁難 還有軍事陷害及福利的規定 也有海外觀光 百貨百手 不如其他海島的國家 發展慶恩 海外在要變成 來到當地理由的代表屬 禁制可能是跟軍事有關還是怎麼樣 有一些東西是不能做的 適度的法令還是要去放寬 像我們的遊艇開發 也困難度很高 取得也很困難 包括遊艇碼頭也不是很夠 收費也高 因為國外風浪板 拖曳傘 很多很多的海上活動 但是我們的海域活動 禁制的比較多 不過現在在北海海 有上次的沖海應基地 中角灣 遊艇中心 沖洗已經含電機 都總有 只能夠沖海應的規矩 不論在山寶 在這些海應裡面 全都是遊艇生涯 中角灣其實是一個 運動人口提升之後 原本我們認為 不會被玩水危險海域的部分 變成是一個 吸水的好場域 周邊的學校 可能變海洋專業學校 海洋資源學校 經營的店家 從導電到現在 可能變成衝浪的主題店 遊客服務中心 甚至跟周邊的農村的合作 政府開放米歐梯 讓飯店在這裡 去海邊打到飯店 管理海沙包也會叫聲玩 但你也會基盤 在這裏面打到一個 陷阱和陷阱 那這個飯店其實周邊就是 東北角風景管理區 風景管理處 這個條件很好 是因為它有工單位當背靠 所以土地跟環境 其實都是工單位 已經統籌先做了環境的整理 跟開發 民間也得到很好的保障 它比較不會有法規的問題 所以也因為有好的開發 好的合法條件 跟正規的產業經營模式 這個就是可以被期待 總體規劃其實是相對重要 一個地方的開發 常常是兩面刃 先說CVN UK 將做北部海滑山 最有名的海邊 那現在用公權力進來 去影響這個環境改變 是因為整體狼帶的 發展已經到很悠閒 飛海岸來看 現在是騎自行車 慢跑、釣魚、衝浪 已經是天堂 飛海岸現在很多的小漁村 慢慢可以雕塑成亮底 漁港也慢慢被命名成 什麼漂亮的漁港 最美的漁港 好的案例不斷地被彰顯出來 我倒覺得這些 其實都是台灣的文明上的進步 因為我們已經有這個休閒 觀光運動的需求 需要這條海岸線 來讓我們調機身心 請讓阿滴六歲和立場 和新北和宜蘭十四的鄉頂 穿著大陣子的觀光款 讓白衣花、映花、觀光路線 向北平延伸到宜蘭種圍 他用五年時間搭造創新紀帝 讓這個貴棋沒一幕 出來靠沖一個山輪 整個海邊觀光景點 台語叫紅頭水杯 這種地形都是二地形 那我父親就是這裡長大 那在早期不管這裡重道 還是伊海維生 都是生活困苦 那在狀圍還是相對落後 因為它在遊客上相對偏少 後面就是漂亮的沙灘 方向五點到七點半之間 它是非常漂亮的海灘 而且是乾淨的海灘 是正看龜山島的海灘 所以我們發現 在周邊的農地 周邊的沙灘跟周邊的村莊 其實就是未來可以合作的可能 我們也希望在樂見 有親海親水的國家 我們有很好的海洋環境 那以後這個條件 就會逐步開放 發電海洋觀光 上次帶來遊客陷入市場 如下班的 所有人都在這裡觀光 不讓你的介紹 讓遊客不敢來 如果不用讓遊客 感到一個階段 飲食經營 特地驚託來思考 呼籲說要有一個合理的一個價格 因為你這樣殺去取軟 除非我們台灣的國民旅遊 能夠讓旅客感覺 我幹嘛到泰國去海邊度假 我們台灣的海邊 住得又便宜 然後語言又可以通 我就不需要到國外去度假 台灣你真正不用到國外去度假 找一個夏天 然後在海邊的飯店 住一個晚上 打開窗戶 躺在那個沙灘裡 看著海 所以海風也舒服 台灣美景 學富多家人 都學了福爾摩莎 山、海一直都在 台灣有優勢也真有占領 我們是可以好好運用 合法進行骨組碗 每將這海遊觀光台國 大家期待